Miles being Spider-Man is a sacrifice What's that? Danger You have a choice between saving one person and saving every world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蜘蛛人 穿越新宇宙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 喜歡蜘蛛人這位超級英雄的觀眾應該會覺得很幸福 因為從2002年Toby McGuire的首部獨立電影開始 這個角色就在大螢幕上搶盡風頭 即使經歷了三位演員十餘部電影,熱度卻絲毫不減 但你知道嗎,除了真人版電影之外 Sony影業在2018年還曾經推出過一部動畫電影《蜘蛛人新宇宙》 不只同樣受到觀眾歡迎 甚至還一舉拿下了隔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片 這次要介紹的《穿越新宇宙》正是2018年《新宇宙》的直接續集 除了劇情呈兼了前作之外 更把前作為人津津樂道的視覺特色 風格獨特的動畫技術以及精心設計的角色們再一次地融合在一起 並且把格局直接升高到了涵蓋了無數個平行時空的《蜘蛛宇宙》Spiderverse 讓我們跟著主角Miles Morales的腳步 看他是如何一個人單挑整個蜘蛛宇宙 試圖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在看完電影之後我們覺得 這次的續集在各方面都比第一集來得更加優秀 甚至我們大膽預測 他將會和前作一樣再度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的殊榮 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會介紹一下上一集的前情提要 接著則會分享電影教了我們的事 最後則會預測續集的發展方向以及盤點 男女主角之外的幾位關鍵蜘蛛人 另外感謝Sony宇宙的贊助 我們有幾個非常可愛的Miles蜘蛛人造型紓壓球要送給大家 參加的辦法在影片的最後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牌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蜘蛛人 穿越新宇宙》 2018年的《蜘蛛人 新宇宙》 算是近年來多元宇宙熱潮的領頭作品之一 在電影的設定裡除了我們所認知的這個世界之外 有無數個平行宇宙也同時存在著 這些平行宇宙有著各自的時空背景 但也會有共同之處 那就是都一定會有一位蜘蛛人 而在Miles所在的宇宙《地球1610》裡的蜘蛛人 就是我們十分熟悉的Peter Parker 不過本片的主角並不是他 而是一位名叫做Miles Morales的少年 一心想要成為藝術家的他 卻因為父親的期待而進入了 讓他覺得格格不入的精英學校就讀 在他意外地被一隻受輻射感染的蜘蛛咬了一口之後 他擁有了像蜘蛛人一樣的各種能力 不過也因為不知道該如何控制而感到萬分苦惱 某天他撞見了蜘蛛人正要為了阻止粒子對撞機的啟動 而和金霸王一夥大打出手 卻寡不敵重身受重傷 臨死之際他將希望託付在Miles身上 但是年輕又害怕的Miles卻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而這次的事件也意外地導致了時空重疊 讓墮達五個平行宇宙裡的蜘蛛人都來到了這個世界 女版的蜘蛛人Gren Stacy 中年發福的Peter B. Parker 黑白色的暗影蜘蛛人 來自未來的機甲蜘蛛人 以及卡通造型的蜘蛛人 他們跟新科蜘蛛人Miles聯手阻止了金霸王 在這個過程中Miles跟另外五位蜘蛛人結成了好友 但是天下無不散的演習 最終六人還是得互道珍重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時空裡 也暫時替眾蜘蛛人的冒險畫下了句點 第一集結束後的16個月 回到自己宇宙的女蜘蛛人Gren Stacy 被招募進了一個神秘的組織 裡面集結了無數個來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人 負責確保蜘蛛宇宙中證實能夠按照規劃發展 為了調查一個意象 Gren再度造訪Miles的宇宙 卻引發了一連串的瘋狂事件 更帶出了許許多多極具特色的不同蜘蛛人 領導者種蜘蛛人的是一位來自2099時空的Miguel O'Hara 但是他對Miles卻不像其他人那麼友善 甚至認為他才是造成一切混亂的源頭 而穿越新宇宙的故事就發生在Miles在蜘蛛宇宙間遊走 與一大票蜘蛛人互動的過程中 我們之所以對這次的續集評價這麼高 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在技術層面上超越了自己 更是因為他的劇情在承接了第一集的同時 還將原本試圖傳遞的訊息深化 單獨看的話會有其感動 連在一起看卻又會發現兩部作品相互呼應 更替第三集埋下了伏筆 在第一集裡Miles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要學習如何成為一位蜘蛛人 因為他在原本的蜘蛛人 也就是Peter Parker臨死之前才被托付 但是他連自己以後想做什麼都不知道了 更何況是要扛起蜘蛛人這個重責大任 除此之外他還得要面對父母的不諒解 唯一懂自己的Uncle Aaron又死於非命 一眾蜘蛛人們也都把自己當成什麼都不懂的孩子 再再都讓他感到生氣又害怕極了 但在片中Peter Parker的遺孫Mary Jane曾經說過 每個人都可以是蜘蛛人 而Miles在通過了第一集的考驗之後也明白了這個道理 經歷過了嚴苛的試煉成為了像他的朋友們那樣的英雄 但是到了第二集 一切的真相卻讓Miles大吃一驚 原來在每個多重宇宙裡 都有所謂的正史事件Canon Event 也就是注定會發生 並且讓該宇宙的某人成為蜘蛛人的事件 一旦正史遭到破壞 該宇宙就會逐漸崩壞 而他的宇宙即將要發生的正史事件 就是他兩天後要容身警察局隊長的父親的死 不只如此,他也在試圖逃脫時被告知 當初咬傷他的那個蜘蛛 是來自於編號42號的時空 才會導致他的宇宙同時出現了兩個蜘蛛人 但卻讓42號地球失去了他應該擁有的蜘蛛人 因此在由Miguel O'Hara所領導的蜘蛛聯盟眼裡 Miles就是一個變異體 而變異體的存在就會破壞所謂的正史 進而危害多重宇宙的安全 所以在片中他才會被無數個蜘蛛人給追殺 目的就是要確保Miles一定要經歷喪腹之痛的正史事件 到此Miles才明白了 他一直以來心心念念想要成為的蜘蛛人 背後代表的不只是所獲得的能力或是該負的責任 更是那些不可避免的傷痛 但是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異象的Miles 也在逃避的過程中漸漸醒悟 去他的規則、去他的體制、去他的正史 什麼物理定律、什麼多重宇宙、什麼命運 我都不在乎,只有我才能控制我的命運 只有我才能超越蜘蛛宇宙 而他的這個體悟,不只是預告了第三集 《超越新宇宙 Beyond the Spiderverse》 更體現了禪語中 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的人生三境界 在第一集中 Miles拼了全力也想要成為蜘蛛人 但到了第二集 他卻發現任何人甚或是東西都可以成為蜘蛛人 並且開始想要擺脫蜘蛛人的命運 因此我們預測,他最終會在第三集中奪回主控權 成為獨一無二的蜘蛛人 不過至於劇情到底會如何發展,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這次的《穿越新宇宙》的結局實在是太吊人胃口了 讓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後續發展 在電影的最後,因為當初咬到Miles的輻射蜘蛛是來自另一個宇宙 所以當他被遣返時,並沒有回到自己的1610號地球 反而是來到了沒有蜘蛛人的42號地球 這個宇宙的不同之處,除了自己的父親已經死亡 Uncle Aaron卻依舊存活之外 更令所有人都驚訝不已的 是42號地球的Miles竟然成為了前行者The Prowler! 另一方面,Gran Stacey在發現證實事件其實是可以安全地被阻止時 決定組成一隻蜘蛛人小隊前往救援Miles 而他的隊友不是別人,正是第一集中的幾位好夥伴 Peter B. Parker、暗影蜘蛛人、Penny Parker以及豬豬人 再加上新的成員,印度蜘蛛人、龐克蜘蛛人以及數位蜘蛛人 如同我們上一段中提到的第三集的片名叫做超越新宇宙 Beyond the Spiderverse 所以我們大膽假設,劇情除了會有蜘蛛小隊 以及蜘蛛聯盟的激烈碰撞之外 兩個宇宙的Miles也很有可能會攜手合作 不只要阻止已經能夠穿越不同宇宙的斑點人殺死父親 更會協助彼此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故事 畢竟雖然42號地球的Miles成為了Prowler 但不代表Prowler在那個宇宙裡就一定是個壞人 說不定因為42號地球少了蜘蛛人 反而會有另外的組織或是超級英雄成為了維護正義的私行者 尤其是在漫畫裡Prowler這個角色在1969年初登場時 就曾經被設定為是一個被蜘蛛人趕化的反派 所以這個走向也不是不無可能喔! 而且在電影裡當前行者Miles出現時 背景曾經聽到新聞講到關鍵字邪惡六人組 The Sinister Six,也就是蜘蛛人的死對頭們 但是這個組織一直都不包含前行者 所以很有可能42號地球的Miles 才是帶頭抵擋邪惡六人組的正義使者 而除了第三集之外 根據目前掌握的消息 以Gran Stacey為主角的外傳女蜘蛛人Spider Woman也已經在製作中 所以就算第三集會替Miles的三部曲畫下句點 我們還是可以在其他作品中看到她 以及更多不同蜘蛛人的身影喔! 根據官方的資料 這次電影裡一共出現了240名蜘蛛人 接下來就讓我們介紹一下除了我們都已經很熟悉的Miles和Gran Stacey之外 幾位最關鍵的吧! 在上一集片尾片段中首次出現的Miguel O'Hara 來自於地球編號928是蜘蛛聯盟Spider Society的領袖 因為他曾經親手導致一個宇宙的崩壞 讓他致力於帶領無數宇宙中的蜘蛛人 追捕違背宇宙定律的異象來維持多重宇宙的完整 Miguel首次出現在1992年的漫畫中 當時也是漫威漫畫中第一位非白人的蜘蛛人 原本他是煉金書公司裡的研究員 在試圖複製蜘蛛人的能力時意外獲得了能力 成為了2099年的蜘蛛人 並和Peter Parker聯手對抗敵人 被Miles誇讚 怎麼有辦法拿掉面罩反而更顧的Hobie 是來自地球編號138的蜘蛛人 他的個性隨和卻極度繁體質 總是背著一把墊吉他 Hobie的外表雖然酷酷的 但其實是個極為細心又體貼的大哥哥 讓Grant和Miles都被他吸引了 他首次露面是在2015年的漫畫裡 被設定為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年輕人 後來被突變的輻射蜘蛛咬了一口之後獲得了能力 並和繁體質隊長以及該宇宙的浩克聯手為了自由而戰 Pan Victor是來自地球編號50101的蜘蛛人 印度出身的他不只服裝極具特色 他本人更是魅力十足 一頭完全不需要打理就很有型的秀法 更是讓Miles羨慕不已 在片中他的宇宙因為警察隊長死亡的證實視線 被Miles破壞而面臨崩解 但是他本人卻對Miles極為感謝 在最後加入了Grant的救援團隊 他首次出現是在2004年的《印度蜘蛛人》的漫畫 並被設定為是出生在印度小鎮的少年 另一位神秘的瑜伽大師賦予了蜘蛛的能力之後 成為了正義的使者 並且和摧毀他家鄉的壞人周旋者 這位挺著大肚子,騎著重機的帥氣女蜘蛛人 叫做Jess Drew 是來自地球編號404的蜘蛛人 同時也是漫威第一位懷孕的超級英雄 在片中她俐落的身手以及開放的價值觀 讓Grant Stacey一度想要當她的孩子 Jessica首次登場是在1977年的漫畫裡 也經歷過許多不同的版本 從由蜘蛛進化成為人類,到九頭蛇的間諜 到被由巴爪博士製造出來的Peter Parker的女性複製人都有 她同時也是漫威漫畫裡最強大的女性角色之一 實質上是Miles作為喜蒙師傅的Peter B. Parker 在第一集中就相當活躍 雖然和印象中的蜘蛛人相比 她的年紀大了點,肚子也大了一點 而且過著並不順遂的人生 但後來在遇見了Miles之後她決定振作 後來也成功地跟Mary Jane複合 兩人也生下了一個超可愛的女兒 這位Peter B. Parker被設定為是來自於地球編號616 而根據她在第一集中的描述 無論是她的髮色,與Mary Jane的分手 或是曾經墮落的過去 都讓人想起Toby McGuire版本的蜘蛛人 是不是很有趣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喜歡這部電影了呢? 感謝Sony影業的贊助 我們有幾個非常可愛的Miles 蜘蛛人造型舒壓球要送給大家 只要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最喜歡這次續集裡的哪一位蜘蛛人 就有機會得到一個喔!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